直播主連千億在臉書PO文說自己是小康家庭 妻子一個月給他五六萬 省吃鹼用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會這麼說是因為近日涉嫌恐嚇罪 他向法官哭窮 直播拍賣時連千億桌上總是一疊又一疊的現金 秀鈔票嘴上還說要抽發財金 2018年有男網友向他購買手錶 收到後要求退貨沒想到連千億反用語音訊息嗆他 連千億跟對方說你要講消費者權益沒關係 你要去告也沒關係 你要硬哦沒關係 會叫校良去你家拿錢給你好好看一下我的FB我是誰 就是這段話法院審理時認定他涉嫌恐嚇 一省判連千億拘役60天得一顆罰金六萬塊錢 他不服上訴二省高分院17號駁回全案定業 就好像我跟館長是全亞洲 全亞洲最高就是我跟館長人破八萬人 定院判決指數當事人沒有調節意願 連千億目前從事網路直播拍賣工作 每個月收入五萬到六萬 經濟小康身體沒有重大疾病依照一省原判 但在庭上連千億這說法跟螢幕形象差很大 TV的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